描述这张作品拍摄时的辛苦 除了在危险场景下 少不了身体的保护装备 作品地点是北港一间庙宇的迎宾礼炮 更重要的是学生想用作品 表达台湾特有的宗教信仰文化 想要用影像的方式去表现出 台湾这些唯美宗教信仰 那其实我觉得这一块宗教信仰 在台湾是一个非常有意义 那透过他们的摄影呈现一个表达 从无声到他们所捕捉的 经过色调呈现他们的一个温度 可以说这些作品跳脱以前 做所有的一些摄影展 这展人是就读餐旅管理学系的大四生 洪俊全说平面的作品没有声音 却能够透过眼睛看到作品中 当时记录的温度 调动色彩的美学 与艺术家创作思想的自由 此时无声甚有声 对我来说更多的应该是 你要如何去分享你想要传达的故事 那摄影其实更多的力量是在传播 所以不是只是单纯 摄影上的美学而已 事件的背后呢 它其实是有故事的 它透过那个解说呢 把他们学习的 把他们在自我突破上面的 这些的心路这个过程 他们的成就呢 来跟大家这个分享 十位摄影师一共四十件作品 内容包括人文风景建筑 以及人文等区块 透过作品展现摄影美学 学生希望用他们的摄影作品来会友 新唐人雅的电视 叶锡宏谈判张话采访报导 您的电视 宜风景建筑 人文化 宏谈判定